富二代要娶媳妇,但父母却坚决不同意,为止她和家里断绝了父子关系,并放弃了百亿家产,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让她如此着迷? 一开始父母让人调查女方的底细,作为交换,他们答应让这家婚姓抄办婚礼,很快调查结果就出来了,女方出生一般,但好歹是名校毕业。 虽然富二代母亲并不满意这个儿媳妇,但苦于没有反对的理由,她也说不出啥。 恰巧婚姓又查出一件事,女方之前夺过胎,富二代母亲直接说她是拜金女,是为了钱才嫁给儿子的,她想以此为由让儿子取消婚礼,这可急坏了大美他们。 为了开这家婚姓公司,他们早已在台高筑,这是他们翻身的大担子,于是他们赶忙找到富二代,富二代问他们怎么办,婚庆男说,你告诉父母孩子就是你的,女朋友只跟你在一起过。 富二代却说他们的爱情不允许谎言的存在,觉得他质问父母为什么要调查女友,妈妈说他不检点,这样的女人嫁进门是对家族的侮辱。 这时管家进来说婚姓要布置现场,妈妈直接说取消婚礼,富二代急了,按照婚庆男的说法回应父母,而在订婚晚宴上,地外却发生了,富二代把情况告诉了女友,女友生气了,他认为男友一家侵犯了自己的尊严,说完转身就走了,为此富二代和父母断结关系,并放弃百亿财产的继承权,这时妈妈服软了,哭着说儿子要娶她,也不是不可以,说完让婚姓去搞定这件事,搞不定就不给钱,随后大美找到他们,大美告诉他,你们现在是热恋期,富二代可以为 你放弃金钱,但是过了热恋期,他就会后悔,再说他父母死后,钱都是你们的,你要尊严还是金钱,在婚礼上,富二代妈妈一反之前的常态,对着大美直夸儿媳妇真棒,而台下的人在窃窃私语,他到底是为了爱,还是为了钱,最终婚姓男还了贷款,大美也在家里为富豪丈夫准备了烛光晚餐,丈夫推开门,但门后却不是大美 感谢观看